我们接下来想谈的一个问题 是这个ESG 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我明天的话 也会办一个 我办一个跟ESG有关的 这样子的论坛 跟美国在台协会 这个ESG讲到碳排放 这个什么 然后最近 现在大家做的一个事情 我上礼拜回到东海去 他们有一个公司跟我讲 它是做碳盘查的 因为现在它减碳 首先要知道你排了多少碳 碳盘查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 它的这个工作 有一部分是跟会计师事务所 是类似的 好像是或者是说 现在的四大会计事务所 都有这个永续或者减碳的部门 像这个KBMG有KBMG永续 PWC有这个PWC永续 好像一方面也是他们在帮忙 这个教大家 当然比较大的层面 他们做上市公司 教上市公司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永续的这个strategy 那比较 比较 低阶的这个层面 好像也在做一些 这个碳盘查的事情 不过会计师事务所 据说就是 他们可能收比较高的费用 比如他两百万 因为他把这个 这个一些碳盘查的事情 包给一些顾问公司 这个去做 就是您看一下 这个碳盘查 或者ESG这件事情 或者这个 怎么样子的跟这个 现在的会计的生态结合起来 这ESG 事实上 我们现在是 应该怎么说 是一个所谓的险学 大家会对会计说 过去这一块 到底有没有去注意 是有 但是 程度很有限 比如说 你跟人家住一块地 那上面开个工厂 那你将来还给那个地主的时候 你要回复原状 所以这一部分 你要回复的负债有多少 你是要先估的 所以你从环境的保护来讲 他确实是 有去考虑到这个东西 员工的部分 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 退休金会计 负债 那个也不是等到 员工退休那一天 我们才来提费用 早就在摊提了 所以如果广泛的碳ESG 会计是 已经有去注意到 只不过 它跟目前大家所期待的 是有一个空间 那谈到这个碳的排放量 减碳 净零碳排 什么减排减碳 什么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些东西 那这个应该 会计 可能要加上一些工程人员 尤其是皇宫的人员 搭配起来 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我知道有的事务所 已经开始在聘皇宫的 皇宫系毕业的 现在这个 好像这个人 连你说要做 这个知道 连想要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 都不够 对 都不够 你刚刚所有的会计事务所 我知道KBNG 跟这个PWC 这两家我比较熟 他们的这个永续部门的 这个team 大概都有一百个人左右 但那还是不够 因为现在 什么大家都要做什么 碳盘查 碳交易足迹 还有碳中和 这些都要做出来 那你要 你首先要去找到人 去懂这样子的这个东西 就光是找这些的人 都不够 然后呢 这个生意是好的不得了 前天跟一个顾问公司讲 他说呢 这个就像当年 在推那个什么 ISO9000的时候 也要找很多的顾问公司 帮你去认证 那现在光是做这一块的话呢 人就 这个都不够 那当然这个里面 也有一些弊端 就是说是 一种是遭正规的做 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就 费用收的很低 我就给你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假的报告一样 说啊这个真的 那你可以去交差了 所以这您 您怎么看这个 就是说碳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 大家 我们前两个月 也有请这个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英国标准 British Standard BSI British Standard 这个Institute 它是ISO9000 就是他在这边 这个制定了 他在查的 那他 他的话呢 也请他的这个总经理 到这边来演讲过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 我在看到这种 什么碳盘查 什么等等 很多是跟会计师事务所 重叠的 但是就您讲说 会计师事务所 其实并不完全具备 这种还工的这个背景 所以这个 但是台湾现在 这个区 这个趋势 因为台湾有很多的船产 特别是中部地区 什么隐形冠军 这种传统制造业 所以这个压力 是这个排山倒海的来 那会计师事务所 要怎么因应这个挑战 企业又应该怎么因应 会计师务所 光是他传统的业务 就已经满得不得了 对 那如果现在 再有这个ESG的这个业务 那更是不足 那过去 他是财务报表 是他的专长 所以他还可以靠自己 现在很多是制造的过程 还有里面 他所排放的这些 各种不同的来源的能源 所造成的这些温室的气体 这个就不是 我们会计师毕业的人 可以做得了 所以他必须要 夸领域的人 夸领域的人 就越来越重要 你只有一个专长 大概很难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发展下去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会计师事务所也要 HIR更多 就可能不只是会计师毕业的 将来还工系毕业的 这个也要去HIR 对 在还工系现在变成台湾的热门科系 这个这是一个好事情 在十年前台湾那个时候 是认为是 什么观光系边 一大堆全去念观光 现在看起来都没有用 而且很惨 那这个还工呢 看起来长期这个 就是趋势 实际上是对 一个大趋势 现在不只是 我们现在讲ESG 都比较强调E 是还有一个S Social 对 社会的层面 社会的层面 你像台湾那个 渔工的人权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ESG 大家做得那么彻底的话 这个Social Impact 将来所involved的人 就不只是什么 皇宫的了 说不定 社会学习毕业生 就要进来了 对 我要问老师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讲是 会计师事务所 那在企业呢 企业现在的话呢 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做 我知道这件事情 很重要 所以Why 不需要去跟他讲 Why 已经Everybody knows 现在的是How 怎么样去做 当然台积电 台大电 没有问题 这些是模范生 但我一个中小企业呢 我要怎么做 而且这些 都是多出来的 隐性成本 所以有的企业是又要做 但是一看到那个成本 哇 这个什么几十万 上百万 那个就 就缩回去了 所以您怎么看 对于企业来讲 你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建议 如果自己 没有一个专责的部门 我的了解 大部分都靠顾问 都是靠顾问 那靠顾问 又衍生一个问题 如何能够生根 顾问做一做 一个报告写出来 就走了 所以到最后 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 跟效益的评估问题 短期来讲 可能要投资很多 但是长期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去检验那个碳足迹 也许就发现说 我怎么在这个流程上面 用那么多电 是不是浪费 是不是没有效率 所以你也顺便 可以去检验 你流程的 没有效率跟浪费 所以长期来讲 说不定是有利的 因为你把这些 浪费的地方 把它找出来了 你改善了 可是一开始 人员一定不够 大家都加班也做不来 而且他没有这种 mindset的员工 只是勾一勾 打一打 这样子而已 我们这个因为今天的节目 有很多的是CEO 就是说是现在这个CEO 以前就把公司做好 这个赚钱 我就对股东有交代了 那现在的话 CEO就是还有哪些 重要的会计的理念 当然那个张明辉 之前的资产会计事务所的 所长到我的节目来 他现在变成一个 在上周开了一个什么课程 还出了两本书 变成这个 他那个书蛮畅销的 对的知名的 因为他发现说 很多CEO不懂会计 不过您的话说不定将来 将来也可以 步伤他的后尘 或者也可以来 就是如何把 因为现在 现在这些会计 已经不是传统 这会计的概念 那您对于像 这些CEO来讲 您觉得有哪些 重要的理念 是大家必须了解 我讲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特别是有些中小企业 就是会计 它不单纯只是 legal compliance 就因为 政府要求我要编报表 所以我不得不编报表 换句话说 他自己觉得 他脑袋挂里头 比你那个财务报表 懂得还更多 那今天因为不幸 法规要求我 所以如果是有这种心态 那会计对于这一类的公司 就是一个负担了 它就变成完全只是 legal compliance而已 那第二就是说 很可惜 我过去 比较年轻的时候 比较过去几个公司 做一些类似顾问的工作 就发现很可惜 就是我们在作业的现场 事实上有很多的数据 比如说瑕疵率 饮料用了多少 耗料还有多少 这些 如果可以跟会计的数据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会计它真的是 可以帮忙你做很多的决定 可以改善你的迹象 因为那一些 你看到的都是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但是你没有化为 多少钱之前 你不会痛啊 所以如果你能够 把它转换成是一个 财务的东西 那会计它的重要性就可以 公司都有这个data 以前去两家公司 去看到 到处都是 但是好像垃圾放在那边 所以这个是 有数据 数据分析 有数据的就是网 但是很多公司 我发现就是 不过当然将来 或许随着这个 AI技术的进步 就是说是 有些东西 原来需要很多人的 你可以用AI 用机器 然后人可以做在更多 像老师刚才说的 判断的这件事情上面 对 很多重复的 当然我看到您的 这个第五点 讲得很对 假如说会计市 要做那么多的事情 将来还要永续报告 又要ESG的话 现在台湾的 这个会计市的收费 也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我就看到 就是说对于 您的下业 就台湾的会计界 的环境 我们最后一个 就是您对于政府的政策 我看到什么 Low Audit Fees 台湾的老板 都是节省成本 光是现在就已经 哇哇叫了 有的时候还要再继续砍 你现在的话 又有什么的 一大堆的永续报告 一大堆的什么探盘查 报告要出来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问题 实际上在中间里面 又有一个法规 就是我们公平会成立以后 实际上早期 会计师界 他们有一个 避免大家恶性 杀架 所以他有一个floor 有一个底架 但后来被公平会成立之后 说你这个违反竞争 所以就把那个砍掉了 那砍掉了以后 我们说那一种竞价 造成的这种 对审计品质 也许是有伤害 可是以前是说 小的 中的 跟大的在竞价 我的了解 连大的之间也都有竞价 对 那这个是对整个环境来讲 是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 那政府可以做什么事 您觉得 政府大概很难做什么事 很难做什么事 因为 会计师的 谁在regulate 会计师 金管会 金管会 OK 金管会regulate会计师 金管会 因为这个要 我的感觉 这个要到某一天 发生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弊案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什么抗友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 我每次 在做的时候 其实已经台湾 发生这个TDR弊案的时候 台湾存托品证 那个叫第二上市 台湾的TDR就没有 以前我是台湾TDR支付 做了13个 那个就没有 现在发生了 这个抗友事件以后 第一上市 KY的 外国公司跑到台湾来 以第一上市地 这个可能也没有了 就是我们每次 一定要发生一个 什么案子的以后 大家就是一个防闭的 但是好像没有一个 前瞻的 这样子就去看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蛮 这将来影响会计系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像台大 甚至政大都一样 以前 像我们这个会计系 比较生 第一个工作是事务所 对 现在不一定 现在不一定 因为事务所 这个待遇太不好了 工作量又大 现在又叫你 做更多的工作 那你的资费 还是在那个样子 干嘛去这样子 这个就跟现在 大家都都是 被台积电挖走一样 问题很大 读会计的时候 没有要读 没有要读 谁要去做会计 谁要去查会计 那这件事情 又偏偏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啊 整个资本市场 不能没有会计 是 是